在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方面最新的资讯 那证监会在星期五是按法定的程序核准了7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那这一轮的IPO融资的总额预计不会超过46.2亿人民币 另外日本则是公布了在4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预估值下滑到了48 那法国是公布了采购经理人指数的综合数据实现到了50.5 那德国这个数据的4月份的表现也是不经预期只有53.8 而欧盟整体的表现则是下降到了53 美国方面在稍后还未公布最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的预估数据 那现在美元的走势是涨跌互见的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1248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上涨到了1.4381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反弹到了111.16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美元对于加拿大元的比价 现在是下降到了1.2659 这样一个比价是保持在支撑线1.267之上 那在未来有望看到的RSI的曲线是进一步的出现上升的 那如果价格能够稳固在1.267之上的话 有望达到1.278之后上升到1.2825 那如果比价是保持在现在的水准是在1.267之下的话 就可能会首先滑落到1.263之后走载到1.2585 再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在星期五是承压下滑的 那金价现在是下落到了每盎司1247.50美元 那这样一个比价现在是保持在压力线每盎司1258美元之下 进一步的承受这一些抛压 相对强弱指数RSI的曲线走势也是熊市的 未来可能会看到金价保持在压力线之下 首先滑落到每盎司1242美元之后 走载到每盎司1235.50美元 那如果这个比价能够反弹并且突破每盎司1258美元的话 就以往能够达到每盎司1270.50美元之后 上升到每盎司1281美元 所以我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小幅翻升到了每盎司17.28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推定三筹 财经电视